天使星336愛奇蛾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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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網紅整容展銳筆觸愛奇蛾友好手勢 擔任天使星基金會的愛心大使 邀請民眾在3月16號到台北市立動物園 參加336愛奇蛾家庭日 關注身心障礙兒與其家庭 主動出擊 結果就看到天使星 對 就遇到然後就好好了解一下 好好做功課 後來就透過社服的過程 然後這一次就透過介紹 然後就是被邀請 再也就是參與這個336公益的計畫 然後就覺得有很大的改變跟突破 然後也有很多不同的學習 不包含是做公益 我覺得對我自己本身付出的人來說也是一個很大的成長 是 覺得大家都是正常人 所以有時候我們遇到新的事情 我們一定會先嚇到 或是說有點反應 或是會察覺 也是會嗎 對 我還是會 就像我在背景上聽到嬰兒哭 或是遇到神經障礙的朋友 我一定會看一眼 但是那種看是平性的 其實剛剛我們兩個在排練的時候 我們就有跟他們溝通說 欸我們兩個不會有 我們平常真的如果發生的話 所以看到你們其實反應就是這樣 對 直接反應 因為其實你們兩個還蠻冷酷的 因為會覺得你可以去觀察 對 用你的感官去觀察 先觀察 對 如果他需要幫忙 他會跟你說 是 那如果他沒有需要幫忙 我覺得我們要把他們看待 其實就跟我們一樣 是 情境劇演出身心障礙 而家庭生活的不便與難處 期盼更多人以同理心接納他們 支持愛奇兒家庭心靈更健康 我們很多的愛奇兒家庭 他好期待被理解跟認識 達到百分之九十 有時候是勝過於他可能精神上 可能勝過於物質各方面的支持 那這個也不能念錯 我查了一個文件 美國精神健康協會 他有一個調查 身體障礙的家庭的憂鬱症的機率 比一般的人口高三倍 而且特別是像隱形障礙的 像刺鼻症等等 所以如何在一個環境裡面 讓這些孩子 這些家庭能夠走出來 這也是促使 我們天心一直在想的 如同我們的口號 父母先走出來才有希望 走出來很實際就是要來曬曬太陽 然後我也想要趁著今天的情況 跟大家回應一下 通常我們期待被友好就是一般的民眾 然後一般民眾他在友好的過程 他能夠得到什麼 其實這方面也有很多的文獻 那我相信為人最熱的 最快樂的這個事情是很真實 就如同 我們今天改變了一個方式 其實我們常常看到很多愛奇爾隊 他可能有不同的那種舉止 會讓我們覺得很訝異 甚至有時候我們會規範他 如同我們一般人的規範 但是如果像今天的場景 恩義他對那個聲音的 你想想看我們拍手拍一下 他會放大十倍的時候 每次只要鼓掌他必須用尖叫來抵抗 你要叫他符合規範 那很難你就是必須要去做了很多的 這個這個這個很多的改變等等 但是如果說我們一般人只要換一個方式 我常常講定調就 當我們有能力用這種方式來呈現的時候 我們會不會感覺我們是可以祝福人的人 我常從這個方向去看 這個孩子他的不方便 但是帶來我們願意改變的時候 其實我們好像也蒙受了那種祝福 我們有能力祝福別人這樣一個感受 期待336就是在這樣的一個氛圍互動裡面 我們讓社會能夠更好 有時候就真的碰到紅車司機 不但那個那個那個降下來 沒有靠邊確實 他那個斜板沒有降下來 不但這樣子 有時候在上車的過程當中 紅車司機只是催促一下說 快點啦 快點啦 好 不要去抖掉 不要去抖掉 快一點 你知道對這些的家庭來講 他們的裡面是很難過的 他們沒有感覺到愛 沒有感覺到被接納 我就處理過好幾個這樣子的案子 那麼我趕快找了公運處 那麼來 那麼提醒四季大哥說不可以這個樣子 不但這樣我們還要加強訓練 所以台北市政府還有我們的整個社會 還有很多要做的 我非常支持這樣的活動喔 走出來 而且這次是到公務員對不對 非常陽光 那麼那一天鼓勵大家 不但我們自己走出來 我們會鼓勵所有的家庭 帶著所有的愛奇兒一起出來 當他們出來的時候 大家要鼓勵他們好不好 大家不但要鼓勵他們 要支持他們 而且要陪伴他們 那另外我想其實在台北市政府 我們面對身心障礙的一個孩子的照顧 其實這是一個刻不容緩的問題 我們現在面對少子化的時代 但是我們需要被關懷照顧的 甚至很多隱形的家庭 都我們並沒有看到 但是這樣的問題 它都會逐步的出現 而我們未來能不能有更多服務的方案 服務的所謂的建設 甚至我們能不能去建造 更多所謂的全日型居住 或是所謂的日間照顧的系統 那這個部分社會局 那這個客戶農環 一定要及早來做一個部件的動作 那所以我也非常感謝 我們天使星這邊 首先在文山區 幫我們建構了一個 愛奇兒的一個發展中心 天使星基金會服務愛奇兒家庭 超過20年 從2010年起 每年3月 第三個星期六 舉辦336愛奇兒家庭日 串聯台北 桃園 台中 台南 以及高雄 同步舉行 讓愛奇兒家庭 藉由戶外運動擴展人際 並釋放壓力 也盼更多人理解他們 記者問君 台北報導 就能讓愛奇兒家庭開心一整